下一个要讲的是石油跟天然气 这也是应该是生物教过的 古时候的动植物死亡沉下去 然后细菌分解 然后就会变成液态的石油跟气体的天然气 气体的天然气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化石燃料 因为它是古代生物所造成的 当成是一种化石的变形 然后呢刚刚开采出来的石油叫做原油 那我们以前在教有机化合物的时候提过 它是一个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 听类 听类 我说我念听啊 他应该不念听 不关系 听类 然后就是原油 所以所谓看到电视上报什么 北海道的 对不起 北海的原油多少钱啊 布伦拓原油就是这个东西 原油 然后他会拿来做一些别的用途 把它分解掉 分六等一下会提 然后来做 然后继续往下做 然后就得到我们很多的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品 那就是分六 分段蒸六 因为它东西很复杂 没有办法一次就把它弄清楚 我就分段 我数字乱掰 比如说 50度系到70度系一段 就把这里的被人命抽出来 然后如果需要更细分 就会再更往下做 更往下做 我们说台树盖了一个六氢 就是怎么样 你等到的氢油拿过来 我再继续分 继续把它再进去分 然后叫分六 分段蒸六 因为我这一段都是某一段的温度 是我的肺点 所以它肺点没有固定 所以分六出来产物是一个混合物 然后这里有一个分六的卡 有人问过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肺 你不需要肺哪一段是谁 哪一段是谁 你不需要肺 有人考过 可是我认为不用肺 你就记住 越上面的就是肺点越低的 越容易变成气体的 越下面是肺点越高的 可能是固态的 可能固态的 比较不容易变成气态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这样子的出事都可以了 至于哪一段什么东西 我个人觉得不用背 虽然有人考过 虽然有考过 OK 重点 我是分段蒸六 叫做分六 分六出来的产物是一个混合物 然后呢 最上面是最容易变成气体 叫做练油气 对练油气 然后呢背点就在最下面就是第七 第七刚刚讲过 你就知道这个事就够了 OK 越上面就是越容易变成气体 背点越低的 越下面就是越不会变成气体 背点越高的 就这样子可以了 这样子就够了 知道它的分六状况 那么这些都是名词 古时候很多考试会考 现在呢 比较无重要的 我就介绍给你 其实你就看一看 你看一看 然后呢 能济就济 不能济的损害也不会太大 因为现在很少温这个 OK 好 第一个叫做练油气 刚刚讲过最上面那个 叫练油气 就是甲碗乙碗 笔碗丁碗 它们就是一些气体 都是一些气体 常温常温下都是气态的 就是练油气 然后再一个是煤气 刚刚讲过了 这个什么氢啊 氧化碳啊 甲碗 我们在做煤的 干溜的时候得到的 这些可以燃烧的产物 我们叫做煤气 那因为氧化碳有毒 所以古时候告诉你说煤气是有毒的 煤气是有毒的 OK 然后再一个水煤气 那叫有水 要有水 一氧化碳跟氢的气体 通过烧红的碳 喷水 得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一氧化碳跟氢气 这也是可以燃烧 因为前面有水的作用 这叫水煤气 水煤气 就看一下 OK 再来叫电食器 叫乙瘸 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看得到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人家在那边拿一个 拿一个一个孔子 然后喷 接一个管 然后喷火 然后烧一些铁啊 什么之类的 大部分都是用乙瘸 只有一个孔子的 有两个孔子的 通常是氢氧液 一个氢气 一个氧气 一个孔子的乙瘸 电食器 它的产生这样做来 你就看一看就好 古时候有提到 现在不太讲 古时候有提到 现在不太讲 你就看一下就好 OK 就是一些名词啦 我讲过以前呢 有课本上有好好的交代 考试呢 也会考 现在呢 不太会问这些了 好 乙瘸就是燃烧 刚刚讲 它可以焊接烧东西的 高温火炎 确取 好 我给它烧东西 好 看一下 那石油可以干嘛 石油可以干嘛 第二个就拿来烧 我们可以把石油里面 再提供出汽油 汽油就是可以拿来烧 内燃机 现在的汽车就是烧汽油或烧柴油 好 我前面好像没有特别跟你颁奖 不知道未来 你们机会再讲一次 就是传说德国打算在2030年的时候 全面禁止这种烧汽油跟烧柴油的车子 没有再烧油的车子 全部要改变动车 上市报上说台湾想要跟进 大概在2040年左右就全部禁用 全部禁用 全部禁用 没有这种烧汽油跟烧柴油车 现在是这个人还烧汽油 煤油 煤油 煤油灯 这盏料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种 有人家有这种很神奇的电暖器 就是装这个的 装煤油的 然后自己 在你家就比较温暖 没有 柴油刚刚讲过了 以前柴油大部分用在 那个货车上 现在有所谓的轿车也是用烧柴油的 台湾目前还是算很比变 那我在美国的同学是很喜欢柴油车 那他说美国的法规 规定对柴油车很不利 所以不容易推涨 但是他的客人很喜欢柴油车 然后因为他 有所谓的底下省油啦 那个 泡的比较大 我很喜欢 那就是这些 你的大卡车能用烧柴油 然后燃料有锅炉的燃烧用 这就是一些利用的方式 就把它看一看 欣赏一下就好了 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吗 可以